沙石車往前開 突然往中央分隔島偏移 直接撞上去 車體撂倒登桿標誌桿後 這下變成逆向往前 正當通過路口之際 停等號制的用路人 全都募集了這一幕 民眾緊急拍下 沙石車退役過程 標誌桿卡在車頭與貨斗之間 從這一頭被移動到那一頭 情節宛如被扛著走 要往北上方向 然後把路牌撞了以後 變成從南下方向 沙石車撞擊事故 就發生在苗栗頭份 駕駛行駛在永珍路上 突然撞上中央分隔島 趙普市的六十歲 靈性駕駛送以減傷 這根掛上網苗栗網造橋 以及往國道三號竹南交流道的標誌感 被連根拔起扛著走 照市沙石車滑行後止步 駕駛則在送醫治療後 確認沒有大礙 在內心有黃孟哲苗栗採訪報導